1924年曾有一条轰动一时的报刊新闻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当时有个名叫巨型的和尚 在一天夜里竟用三昧真火将自己的肉身化去 彼时白光重天引发众人好奇为观 此臣昆明日报记者 当地高官以及社会各界贤达人士 纷纷闻讯赶来 随后他们共同见证了更为神奇的一幕 与此同时这背后的感人故事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大家好 这里是布斯亦 我是大宝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巨型法师的故事 晚清时期 整个国家内忧外患 导致人民都不得安生 他们不仅吃不饱饭 还要每天提防着自己的命 那样的生活导致很多人都家破人亡 为了能勉强活下来 他们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清光绪三十三年 有一个奇貌不仰的香卓青年 穿着一身蓝绿的乡下土装 来到云南基竹山 住圣寺 求见虚云长老 住持圣空和尚问他 你是谁 你来求虚老做什么 那香卓青年说 我叫阿便 今年二十岁 是云南沿原人士 从小就父母双亡 孤苦无依 族人将我入罪增事 从此以增为姓 寄及滨川县 如今 因为家乡闹鸡失收 无人雇我种田 我家贫苦 又有两个儿子 我养不活家小 无计可施 本说虚云老和尚 在基竹山修建住圣寺 雇用苦力泥水工人 我走投无路 只好来求虚云老和尚 收留我在此做工 赚取些少工钱 养活家口 圣空和尚侧然说 你若不嫌我们付出工钱低微 你就在本寺住下做工吧 虚云长老是最慈悲的 这等小事 你也不用去践踏老人家 他没有不答应的 阿便自此便在柴房住下 他十分勤劳 每日天未亮就起来 不用人吩咐 自己又发心 在寺外的荒坡 开垦种地 施肥浇水 耕种事物 做得头头是道 还主动去出力 挑土台石 帮助修庙 从早做到晚 从不休息 也从不讲话 别人跟他说话 他都像没听见一样 聋子 别人都这样称他 反而不叫他名字了 阿便也不以为伍 从不争辩 一个多月后 一天 阿便的老婆抱着孩子 佛四也来到了寺庙 七弟 岳母子侄也同来了 一大批人七八口挤满了柴房 七嘴八舌 圣空和尚文报 慌忙来说 阿便 我收留你做工 你却怎么把老婆孩子 也带到庙里来住了呢 佛四可是不能收留 父女家眷的 阿便回说 我没有让他们来 只因地主收回了土地 把他们全家都赶了出来 所以无处偷奔 圣空和尚说 这可如何是好 哪有佛四收留父女家眷的道理 恰好此时 虚云老和尚行至菜园柴房门口 见状便说 他们一家无家可归 又苦又穷 就让他们在本寺住下吧 圣空盲说 师父 佛寺整可收容妇女呢 徐老说 这是收容难民 情况不同 你只叫他们在寺院后山 另搭一座茅棚居住就行了 阿便喜欢住菜园茅屋也好 喜欢回后山住也可 你就让他们全家在本寺做工吧 哪一家八口都感激不尽 不住地叩拜道谢 老和尚说 你们不用谢我 这也是彼此互助 我们也缺人手 你们若不先本寺生活辛苦 就跟我们出家人一起吃大锅饭吧 我们有什么 大家就吃什么 有饭吃饭 没饭喝粥 阿便感激流涕 叩头说 老师父 您老人家救了我一家性命啊 老和尚说 阿便 别这样说 人与人本应互助的 佛门弟子更应助人 从此 阿便全家八口 都留在祝圣寺做杂工 个个个感激许老 人人勤恳 把后山开啃成了一棋一棋的菜谱 种的又肥又大的白菜和各种豆蔬瓜果供应全寺 又把全寺整理打扫得一尘不染 阿便自己 这住在财房 不与七室同居 两年时间 转瞬就快过去了 阿便物工之余 也时常聆听 虚云老法师讲经说法 虽不识文字 又听不太懂 但终日耳濡目染 常常自觉行漏会浅 此生艰辛奔命 定是前生作孽又不会修行的缘故 遂生起想学佛修道之心 以求来生物再沦落 有一天 阿便趁着虚云老和尚来山寻宫 就拜扶在地 磕头不止地 向虚云法师请教修行的方法 老和尚见状说 阿便 你能有此觉悟 一心专程 真是难能可贵 我就教你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吧 从此 阿便秉息诸援 一心念佛 日夜不停 就是日间种菜除地 也心念佛号不错 宣统元年 虚云老和尚运龙藏大经回山之后 举行传戒 阿便也来求戒出家 那时他才二十一岁 老和尚说 你要出家受剧主戒很好 我知你之前念佛极精勤 但是你还有家眷呢 你怎样处理 阿便说 我一家八口老小都约好了 今日都来落发出家修行 武器师父恩准才好 阿弥陀佛 难得难得 慎盛因缘 好好 好孩子 我准你 虚云老和尚 望着坐下 这个狂喜的 不住叩头的青年 好像依稀看到了自己 当年在古山永泉寺 跪求庙连长老船界 老人的热泪涌现了 他有多少的感触啊 六十五个年头过去了 往事依稀如梦境 梦回头却在何处 老和尚出神俯望着阿便 竟忘了唤他指败 任由他不住地叩拜 何止三跪九寇 怕不扣了一百个头 阿便是着语言辞的 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流泪 只是叩拜 待老和尚回过神来后忙说 你不必拜我 要多多拜佛才是 我教了你念佛打坐 现在我要教你知道 你不是你 我要你做到 心中觉悟 我不是我 心中无我 破我直 而又无所求 则自然得 明白吗 阿便答 师父 弟子愚蠢 不很明白 你慢慢地学 渐渐就能体会的 老和尚说 我知道你精勤不屑念佛 一心细念 许多人都不及你 这也是你品质朴着的好处 聪明人太聪明了 反备聪明物 往往不能精勤 一心修行 好孩子 你这样很好 不要自卑 而生退心 也不要去学人家聪明 传巨竹界之后 虚老赐他法名为巨型 从此 他成为巨型和尚了 每日自动操作各种捞役 种菜 施肥 挑粪 单土 打扫 一如未传界之时 他专程一心 祈念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菩萨 也不和任何人讲话 他耳幻重听 一般人都称之为 龙字和尚 到了民国四年 他越发的耳聋了 也越发的沉默了 他无论种菜 或做工 无时不在心中念佛 谁喊他也听不见 虚老有天换他来说 巨型 你苦修了四年 境界已不错了 但是见识太少 你现在应该下山去 出外掺学 你应参拜天下名山道场 将来 你愿回来 就回来 做另有好机缘 也可随缘行之 巨型气败 师父 弟子不去 弟子要一辈子 服侍您老人家 老和尚虽然心中一酸 但立刻装起了怒容 赤道 去 我怎么教你 无我破之 你都忘了 快去 我用不着你服侍 巨型不敢抗命 哭着回去收拾了行装 一立一仗 正像老和尚当年一样 踏上了慢慢的潮山之路 民国九年 虚云法师开始重建云七寺 巨型和尚突然回来了 拜祷在虚云老和尚面前 师父 我回来了 老和尚自然惊奇得很 安排他住在云七寺和圣阴寺两处 又问 这次回来 你去基竹山探视你家府 巨型说 没有 我不去了 大家都出了家修行 有什么好眷恋的 从此 巨型法师就在两寺 每日辛勤劳作 举凡 挖土搬石 弃墙盖房子 种菜种树 砍树梨田 除草 打扫 挑粪是非 吹事劈财 一切最劳苦的工作 他都主动勤作了 无一分钟闲暇 一无一刻 不在心中念佛 一面干活 一面念佛 有时候 他替师父或同餐补医 也是一针一句佛号 到了晚上 他就念金刚经 药石经 净土诸经 一字一拜 早晨 黎明大钟响 他总是头一个上殿参加客颂 虽然他又聋又沉默寡言 但他的精勤苦修 真是全似第一 虚云老和尚观察着巨型 觉得异常欣慰 他知道 这个年轻人的静静 已经十倍百倍于任何僧人了 修盖海会塔之时 虚云老和尚在看宫 巨型在挑弹石块和气墙 见到虚云老和尚 他突然开口说话了 像个小孩子般天真的说 师父 将来海会塔盖成 我来守塔好吗 虚云望着巨型 不立即回答 他知道 这句话是称语 他知道巨型 就快要化去了 好吗 巨型继续追问 师父 好吗 老和尚心中一酸 泪水几乎夺矿而出 勉强点头说 好吧 谢谢师父 一切随缘啊 不可强求 老和尚叮嘱道 是 师父 巨型知道了 随后 老和尚特许巨型 担任这一年春节的尊政 受戒弟子请巨型开示 巨型说 我半路出家 一字不识 但只念一句 阿弥陀佛而已 虚云老和尚点头皆探 心说 但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只要都像他这样精勤不屑 一句也就足以成就了 倘若自是聪明 信念分歧 众念万卷经 又有何用 想不到 这孩子静静 如此神速 他比谁都先证正果了 入夜 监院法师点名查房 发现巨型不在 发动众僧找了个遍 却找不到巨型的影子 他们找到菜疗 门却是锁住的 窗口望进去 没有人影 众人一边找一边喊 巨型 巨型 最后 他们来到寺后菜园 忽见赛平那边 闪起一阵强烈白光 一脸闪了几次 照耀的全员光明 白光炫目直冲夜空 这是什么光 众僧无不下的心惊胆颤 住在寺外的村民 忽见寺内白光冲天 以为寺院失火 好几百人连忙赶来 入寺救灾 大伙点了几只火把 却不见有火情 只见那批和尚 在赛平那里发呆 众人提着火把 往僧众所指 白光升起之处查去 啊 巨型法师 修员叫起来 原来你在此地 害得我们早得好苦 你在这儿干什么 众人只见巨型和尚 端端正正 何时夫足而坐 微然不动 眼睛半合 面带微笑 不理不睬众人 巨型 修员欲带上前去拉他 慢着 虚云老和尚 已经由另一批僧众 与春人相拥而至了 他老远便看见巨型端座 他慌忙喝住众人 你们不许 煽动巨型 你们走开些 众人慌忙让开 老和尚扶杖 来到巨型面前 向众人说 巨型已经作画了 他自身喷出三昧真火 把自己烧成了灰 刚才你们看见的 阵阵白光 就是他的真火之光 刚才我在残访 为他助念 胡感全身发烧 就知道他已经成功了 我怕你们不知道 而乱动他 所以连忙赶来 众人不论僧俗 听师父一说 无不惊诧万分 细看巨型和尚 却仍是身披袈裟 扶座面向西方 左手直沁 右手直目鱼 面色如生 笑容和蔼 分明是个活生生的巨型和尚 只是少了呼吸起伏动静 老和尚说 你们不要走近 恐怕一带生风 震动他全身灰烬倾倒 你们走开些 虚云独自上前再细查看 在火把的照耀下 只见巨型的木鱼 及其木饼 早已化成了灰烬 沁饼也成焦炭 但是巨型的全身和袈裟 依然未变 做出的挤扎道杆和蒲团 还有僧邪 早已化成了灰烬 众人都又惊疑又欢喜 各个合掌念佛 巨型 虚云跪下合掌而拜说 恭喜你了 你已经修成破我之 得正大阿罗汉国 以你端向法身世事 正无声法忍之圆满谈波罗蜜 请受虚云三拜 虚云老和尚 以师尊身份 对徒弟巨型下拜 众人感动得也跟着叩拜 巨型啊 老和尚忽然老泪纵流 哽咽道 为师好为你欢喜 我还不及你的功行啊 将来欲求你的境界 也还万无可能啊 虚云败霸 巨型一退 忽然放出阵阵奇异的芳香 众人都秀闻得到类似檀香之异香 又像香兰 大家都感动得流泪 各个念佛 巨型啊 虚云老和尚祝道 你且多保持锐相一天 待明天为师请嘟嘟 昆明社会人士 还有新闻界 都来瞻仰你法身 让记者留下一隐 已传于世 祝弘佛法 省都唐济瑶 财政厅长王竹春 水利局长张卓仙 四日文报都赶来了 昆明日报摄影记者也跟来了 还有各大员的家属 社会贤打 昆明的佛教徒资宿 也都来参拜了 真是轰动了整个昆明 数万人络绎登山来拜 个个感动 个个撑起 昆明日报刊出了头条大新闻和照片 轰动了全云南 谁说没有佛法呢 谁说修不成佛菩萨呢 人人都说 看 巨型上人不就是最好的佛法证明吗 这也奇怪 唐济瑶说 若说巨型是渠道自焚 却又怎会把全身烧成了灰 也不倒下 又怎会仍然保持原来面貌呢 袈裟又怎不成灰呢 分明这不是反火烧成的了 虚云老和尚说 巨型法师是由心内发出三昧真火 把肉身焚化的 才有此瑞相奇迹 唐济瑶说 奇异极了 沁鱼的饼都已成了焦炭火灰呀师父 他的全身果然都是灰吗 老和尚说 是的 说吧就向巨型驻败 巨型 你的功德圆满了 请让我们送你入海会塔吧 虚云伸手 小心地取下巨型手中的小沁 又诸道 巨型啊巨型 密行公园 遗沁流音 为师激沁 你放心息去吧 老和尚轻敲禅 清脆的沁声三响才过 忽然的巨型的全身震动 化成灰烬 而瞬间倾倒了 虚云跪下和掌而拜 唐济瑶与僧俗见证数千人 也都跪下叩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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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虚云 早已泪水奔流满面了 他也分不清 哪是悲伤 或是 欢喜了 以上 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不思议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点赞和关注 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因此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